根據資料顯示 湯浩倫回計師樓是一間正規的回計師樓 他們一向信譽不錯 而包庇他人洗黑錢是一個很嚴重的指控 所以暫時還未能確定 廖志遠的拘捕是否成何 山, 回應資料 投訴人提及的畫家, 阮春海 他是一個越南籍的現代抽象畫家 阮春海在三年前 跟一間叫刀刃的偽囊簽了獨家代理權 將他們的模題系列總共三十幅畫 把刀刃給刀刃, 幫他買 我找到一篇兩年前的雜誌訪問 他那裡說刀刃是用二百二十萬 買斷這三十幅畫 那就是平均每幅畫是不到百萬 我也問他這些藝術品收藏家 原來一年前刀刃藝囊 買出過一幅畫, 無題二十一 給一個匿名買家, 價值一百五十萬 就是說, 幅畫短短兩年 就升了超過二十倍 我們現在手上對刀刃藝囊 還有什麼資料 都是藝囊創辦人尹在斯 越南華僑 三歲時跟媽媽走爛來香港 住個白石爛文營 直到1997年被加拿大收容 在那邊藝術行政 畢業之後回來香港 在藝術中心做推廣主任 兩年之後, 他轉為獨立拆展人 幫藝術家在私人機構和商巡辦展覽 之後就跟朋友夾訓開刀刃 他在藝術界有個賭, 叫點金勝手 凡是經過刀刃藝囊代理的藝術品 都會升值至少十倍 他本身也很熱血荔枝 由一個難民變成藝術名家 性格何止十倍? 廖志遠提到的那個神秘女人 很可能就是運財師 大王、小王, 起起他們 是, Sir 好的 其他人替我查刀刃這三年來的 藝術品買完幾個 還有銀行的張紅外王 還要查刀刃和這間藝術資料 有什麼關係? 我會請法證會計組那邊幫忙分析 大家做事 副畫, 右翻一點, 一點點 好, 輕輕, 左一點點 小心點 行, 夠 看看第一條線是否平平平 好 Refy, 副畫設計畫那邊 放了遠春海的訪問上網了嗎 我馬上去推出他們 我會找John Richards在平月娜訪問上 他的藝術評價這麼有地位 會幫助他拍賣價 你到時記得提醒他們上網 知道 我會幫助他拍賣 尹小姐 你也很努力去提升這幅畫的價值 那也是一個藝術本身有實力才行 我們做策展人的, 只是幫幫他 你介意多拍幾張照片嗎 我們這次是來做訪問的 我不想回到他沒有照片用 對不起… 說到代表作 我相信這幅畫絕對是你的代表作 短短兩年間升了超過二十倍 其實我想很多人都很想知道 到底是誰收藏家這麼懂得欣賞 我只可以透露他是一個英國商人 他退一回到英國之後 將無題二十一和其他收藏品 委託了給我 所以這幅畫又回到我這裡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想再補兩張照片 阿詩 太太 今天很舒服 喂? 我好醜酒,我老婆的安靜 太好了, 彈得很好 我先開小房間 好, 隨便 老師 你怎麼好像眼眩眩的樣子 沒有, 是的 殷懷成會的事情搞得如何 我給你身份還四天看 好像搞得好一件事一樣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搞得很足 其實在很多方面 你已經搞得比以前好很多 不過, 牆壁又漂亮了, 你看的人又多了 成交界又坐身高已經很不容易了 阿詩 真的只有這個, 才會這麼正面 如果我不正面, 我不知道你死了多少次 還記得我之前去泰國 去鄉村的地方找一些未出名的藝術家 我竟然跟那個包車司機失散了 我差點回不來香港 怎麼這麼大事? 我不知道為什麼 打電話給他也看不到 然後我就找了當地人幫忙 用我有限的態度 然後一車搏一車 坐完都多又坐電單車 你弄了很久, 弄了六個多小時 終於才回到市區而已 每次遇到困難 你都總會找到方法 去靠自己去解決 但阿詩 你一個女人是不是在山卡拉的地方 真的很危險? 你下次可以叫我吧 至少我的男人靠著, 會好很多 你知道嗎? 至少我媽媽死了之後 只有你一個真正關心我 你知道那六個多小時在我想什麼嗎? 我在想, 如果你在我身上就好了 如果不是爸爸的反對 我們就一隊了 那些照片是我和小王在刀印拍的 尹在師叫這個男人做契贏 我和聯合財富情報組那邊已經確認了 這個男人就是聯興的龍頭, 傅天堯 你現在看TVB USA 官方頻道 不想錯過更多精彩片段 就快點訂閱吧